人类发展至今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力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 人类拥有力量 不是用来野蛮地侵占其他动物的生存空间 而应用这份力量将世界打造得更温暖、更美好 如此才不辜负这城市间宝贵的生命 然而有一些人却丢弃了人性 麻木不仁 面对那些鲜活的野生动物 伸出了邪恶的触手 为了自己的利益 毫无节制地对其他物种下手 当真与魔鬼无异 这只小熊便深受其害 它曾和母亲在森林里生活 每天过着平淡又快乐的日子 却不想某天因为一个偷猎者的出现 她的母亲从此与她阴阳两隔 来不及伤心 她随即被偷猎者给抓走了 因为她还十分年幼 偷猎者没有对她下手 但也没有放她走 而是将她抓了起来 打算将她当宠物出售给其他人 就这样 她失去了妈妈 并被丢进了一个黑暗的笼子里 然后经过漫长的颠簸 去到了北海道 被卖给了阿依努人 阿依努人很喜欢熊 所以此后把她放进了博物馆 将它当作活熊展品 看上去似乎她的待遇还不错 被人们瞻望着 可实际上 活熊展品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拥有优渥的待遇并受人们尊敬 相反 她们作为展品是没有自由的 整天被关着 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其实说白了 没有人真正地尊重她们 她们没有自由 没有快乐 仅仅是能够勉强维持生命罢了 和这只小熊一起被当作活熊展品的 还有另外三只小熊 她们同样每天过着孤寂的日子 压根体会不到生命的一点快乐 十分可怜 幸好 某天有两位英国游客 到这座博物馆参观时 注意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四只熊 便好心地向野生动物救援协会 举报了这件事 野生动物救援协会接到消息后 立马赶往这家博物馆 解救出了这四只可怜的熊 而此时 距离故事中的这只熊 被困时间已经长达十七年 十七年的时间 每天都在笼子里生存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时间 对于它而言有多煎熬 而其他三只熊 想必受困的时间也不低于它 它们原本在野外生活 与人类井水不犯河水 不该因为力量弱小而遭此苦难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我们在外出旅游时看到有类似的情况 或者碰到正在流浪的动物 即便不能亲自帮助它们 也不妨动动手指 给动物保护救护中心打个电话 相信你的每一个善意举动 都会为自己积下福德 那么四只小熊获救后 在全新的生活里是否适应 野生动物救援协会 在救援这四只熊时 花费了很长时间去交涉 然后成功在夏天将四只熊带走 随后 救助人员在保障这四只熊 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将它们装在了笼子里 然后运送到了英国 运输的过程非常遥远 达到了差不多9000公里 在运输的第一阶段 它们是在飞机的货舱中渡过 漂洋过海后 改成座汽车 而为了让它们在旅途中舒服一些 和保障它们的安全 救助协会派出了五名专业兽医 一路陪同 随时检测它们的健康状况 为它们准备了水果和蜂蜜 并在它们的笼子里装置了小空调 四只熊从小被困在笼子里 也没有吃过这些食物 面对摆在眼前的美味佳肴 有点懵圈 它们品尝之后觉得非常可口 一下子就吃光了眼前所有的美食 终于 它们在良好的照顾下 抵达英国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那里有广阔的草坪和大大的游泳池 是它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所以它们对池塘 河流这类水域没有什么概念 并不知道还能用水来洗澡 玩耍 当救助人员将它们领到游泳池边时 它们流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并充满了好奇 于是它们小心翼翼地去碰了碰水 感受到了那丝丝清凉后 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仅如此 它们对于能够在草地上晒太阳 沐浴着微风及自由的崩跑 和同伴玩耍都感觉很新奇 随即确认眼前的一切美景都真实不虚后 脸上洋育着满满的幸福 让人看着心疼 好在它们获救了 余生的每一天都能享受美好生活所带来的喜悦 而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很快学会了潜水和游泳 身体也慢慢恢复了健康 动物需要人类的关爱 不同的物种之间需要相互尊重 相互帮助 如此才能在仅有的地球家园中 创造出更灿烂的生活 下面视频中的这只狗狗就深知这一点 某天竟然救助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熊 虽然狗狗的能力不及人类 但它的做法比很多人都优秀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故事 这只狗狗和很多狗狗一样 每天和主人生活在一起 过着平淡温馨的日子 而某一天 它从户外玩耍回来时 嘴里却叼着一只婴儿小野熊 一开始把主人吓了一跳 主人以为它是在干坏事 抢走了某个熊妈妈的宝宝 不过主人并没有着急下定论 因为狗狗的目光看上去是如此的温柔 叼回小熊后 一直在小心地照顾小熊宝宝 态度非常的认真 为此 主人先将这只熊宝宝收咬在家中 将它喂饱 然后再去查明真相 通过查询熊妈妈 主人才知道熊妈妈已经去世 狗狗是在帮助刚出生不久的熊宝宝 它是个大英雄 那么他们应该如何帮助这只熊宝宝呢 主人没有养熊的经验 于是将半个月大的熊宝宝送往 弗吉尼亚野生动物中心 让专专业人士照顾它 医护人员接到这只熊宝宝后 为它检查了身体 发现它的健康状况良好 不过眼下没有母乳喂养 需要将它照顾得很小心 所以把它放进了保温箱 让它保持体温 避免感染 接下来 医护人员每天都为它调配了 营养均衡的饮食 对它进行精心的呵护 并随时留意它的情况 几周后 熊宝宝的体重增加了 身体健康状况很不错 且小家伙长得越来越壮实了 医护人员将这只熊宝宝 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照看 希望它过得开心幸福 所以想过 以后要将它放归大自然 但小家伙似乎明白 谁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每次看到狗狗和狗狗的主人 来看望自己 都表现得很开心 大家便明白 它更想和狗狗生活在一起 大家决定尊重小熊的意愿 在他的身体长壮实后 让他去到了狗狗的家 和狗狗一起相互陪伴 小熊虽然失去了妈妈 但能够遇到暖心的狗哥哥 和疼爱他的主人 等于重新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真是让人欣慰呀 瞧瞧 爱的力量多么的伟大 能够让小动物们从不幸走向幸福 体验到尘世间的快乐 爱是多么有意义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待动物 不要吝啬给予它们一份关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